一位诸家人驮着阿弥陀佛 这尊特别的阿弥陀佛像 现在供奉在江苏省华藏寺民国西神议事一书 记载了这段传说故事 在古时候有个叫阿弥的小和尚 他内心纯善 在寺院任劳任怨 和颜悦色的照顾其他精进修行的师兄 有个快病死的老乞丐在山门外 奄奄一席 大家只是看了看 各忙各的努力念佛去了 阿弥心中不忍 把老乞丐背回疗房 安置在自己的床上 每天细心照顾他 老乞丐身上发出的恶臭 心满整个寺院 大家想忍 这臭味吃饭 做功课 睡觉 十天半月过去了 老乞丐病得越发严重 臭味更加浓烈 师兄们觉得污秽了寺院佛菩萨的清静 又担心老乞丐的病会传染给自己 长期以往 还会影响信众不失香火前 大家怒斥阿弥 老乞丐本来就不活 是多管闲事 不懂方便是慈悲多祸害 最后连方丈 也要赶老乞丐走 众人丑态的怒骂声 让阿弥顿感念离 他妥起垂危的老乞丐 往寺院门外走 阿弥不知道能去哪里 只是一心念着阿弥陀佛 恳求佛帮助 阿弥再不出寺院第一脚 此时奇迹出现了 背上的老乞丐手指西方 化身金色阿弥陀佛 阿弥也凌空而起 如踏上无形的台阶 越过太湖 往日落方向而去 寺院大众见状惊呼 喊着阿弥陀这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只有老方丈明白人由而感慨 说道 我们修行了几十年 还不如阿弥一招得道 佛飞去西天 阿弥陀佛 以实际行动来 阿弥陀佛 才是真正的慈悲与放下 是究竟的慈悲 彻底的放下